说到台北市的论勤西餐厅 可以说是国内24小时营业餐厅的十足 在当时通讯产业并不是很发达的20多年前 这个餐厅里面每一张桌子都有电话可以让客人使用 因此有很多人到这里来谈事情 瞧事情 盛极一时 在民国82年1月19号凌晨2点17分 西餐厅起火 火势吞噬了整栋建筑物 消防人员挺进到二楼的时候更呆住了 因为33具的尸体排成两排 躺在逃身窗户的前面 只因为等在他们面前的是被封死的逃身体 没有看到那么快的火速 很快 几乎在一分钟以内已经烧掉一半 这场近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 是发生在今天凌晨2点钟 消防大队立刻派出40部各式消防车 30部救护车以及220名 这只火势非常猛烈 已经延烧到二楼以上 小生们全部被封死 唯一的出口就是这次大火的起火点 大火大没有一个火灯啊 一个火灯 还MQ耶 所以餐厅里面五六十个客人 不是从二楼跳下严重骨折 就是被呛熏甚至呛死 整个烟大概从二楼串上来以后 就把它整个外墙几乎把它包住 所以我们从外观看的时候 就像一根那个烟囱一样 那火苗的部分是在里面 隐隐约约在那个天花板下方 大概有一些喷流的火焰 一直在往前燃烧 台北市松江路上的论勤西餐厅 凌晨两点发生大火 消防队员火速赶到 却已经看到浓烟和火苗 从二楼冒出来 地闭市的帷幕建筑 被困在二楼的民众将近一百人 敲打玻璃窗 试图求救 西餐厅用的就比较厚 因为它要抗风压 而且要有美观 所以用的都是八mm以上 那除非说你找到像消防队 那种大的骨头 你才有可能把它挤破 所以民众在里面 它有增长 所以我们从那个现场来看 它还用一些椅子 要把那个窗户挤破 但是没办法打破 因为它是那个强化玻璃 所以也是造成说 在当时它整个火流燃烧 非常快 落地床右侧 有人终于打开安全窗 但是只有一扇 受惠民众等不及消防人员 铺好气垫 好几十人就从四公尺高的二楼 跳楼逃生 有的摔断脚骨 有的跌破头 纷纷抬上担架 送一急救 急着是挤满伤患 有人因为疼痛不停抽搐 不然就是跳楼时头部撞伤 满脸瘀青 金服未定 我朋友看到大门冒烟 他就跟我说出事了 音乐忽然停了 然后有一阵 有点骚动 我看大家都往里面一直跑 跑出那个窗口 然后待在那个看板上面 就是那个 往那看板上面 然后就准备往下敲 消防人员拉水键 上二楼一路扑灭火势 一路往里头迈进 一个小时候控制 但是手电筒一照下去 眼前的这一幕 让消防人员很震惊 当时第一时间 在柜台的那个女孩子 我们从现场 他死亡的状况 就是说唯一他有被火 把他烧到了 而且是脸的这个走半边 他是整个肉都不见了 就有看到那个骨头 所以代表说 他第一时间有发现火灾 所以他就从柜台跑出去 他去看那个状况 就确认火灾 但是火烧得很快 就把他的左半边的脸 把它烧掉 那其他的民众 大概分布在西南角 西南角它有一个 玻璃帷幕的开窗 那大家都排成两排 准备从那边来逃生 但是突然间 有很大的那个烟量 跟高热 就直接把它铺洗过去 所以当时这33位 现场离难的人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呼喊 或是求救的声音 排队等着逃生 他们没想到死神 早已悄悄来到身边 短短几分钟 吸入氧化碳和有毒气体 二十几个人整齐地 倒成两排丧命 像女孩子喜欢背那个 一些背包 然后穿高跟鞋 那事实上高跟鞋 它也没有脱掉 然后那个背包 手还是抓得很紧 然后排成两肋 就是说男女生 这间排成两肋 那现场也有一些桌椅 都没有所谓的那个 互相很凌乱 碰撞等等没有 想要逃命 却连呼救都来不及 加上分散在厨房和空调室 门口的罹难员工 总共有33人死亡 21人受伤 是当时单一火警当中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现场火势非常猛 一发生火了 火势从里面蔓延过来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 有人为众火的可能性 你们餐厅最近 有没有跟他结怨 或接到恐吓电话 都没有 我会尽我一切的手人 把这种伤口 赶快把他扶进去 餐厅负责人许清雄 虽然说没有和谁有冤仇 但是从地产上 踏电上 的确找到游子 确定是有人恶意纵火 但是造成这么多人罹难 雪庆雄却该负起最大责任 你是一栋很标准的大厦 所以我们这次受伤心理 都心生不愤 那如果有太平门 我们从太平门走 就根本没事情 为什么没有太平门 为什么只有一个出入口呢 火调人员发现了 业者的恶劣行径 这栋建筑它有四座安全地 那其中在西餐厅用的这一块 照理讲它应该四座楼梯都可以通 只是说西餐厅当时它为了管理方便 所以用那个砖墙把其他的通道都把它整个堵起来 所以等于整个西餐厅就只有一座室内安全地可以用 那刚好这个室内安全地是从一楼要上二楼 它有一个缓冲区 刚好那个点它本身就是一个被重火的点 那当时用的就是汽油 所以它是一种出燃机 那就沿着那个塑胶的地毯 就一直烧到二楼 更可恶的是 论秦西餐厅虽然有公司执照 但是未处的大楼是第三种住宅 餐厅不符合规定 根本没有取得盈利事业登记证 就是违法营业 台北市政府建设局 虽然曾经处以九千元罚还并勒令停业 但是在业者绞心罚还后 却没有持续稽查 让业者绞心继续营业长达五年之久 更让消防人员心痛的是 这场惨剧就发生在台北市一一九勤务中心 成立二十一周年的日子 这场暗夜大火也震惊了政府高层 独岛不做的地方 所以我会请决定向院长提出词证 表示我对平安的一个住者和责任 面对排山倒海的抨击 当时官派的台北市长黄大舟 向行政院长郝伯村提出词证 最后被喂留 列了一长串的官员陈储名单 却怎么比得上丧失亲人的悲痛 怎么抚平得了家属的痛楚 满街上局认为政府没有责任的报告 家属抬棺材撒明治抗议 甚至到监察院下跪陈勤 就是要替亲人讨公道 结果纵火的伤人凶手到现在依旧逍遥法外 餐厅负责人徐庆雄 被因业务过失致死罪 判刑三年三个月 当年送命的三十三人当中 有一名词曲创作人董荣俊 知名歌曲《无情的雨》 《无情的你》 就是他生前谱取填词的作品 董荣俊的好友齐琴当年就特别在新专辑选唱这首歌 希望为好友的妻儿多筹些生活费 西勤所属的公司还以高于行情十三倍的价格 四十万元买下了这首歌 让董家能多些收入 如今论勤西餐厅的地点已经变成了证券公司 大楼除了正门之外 其他三个逃生门竟然还是被锁死 一旦发生火警 还得找得到人拿钥匙并解除警报才能开启 万一真的来不及 整楼大楼依旧只有大门一个通道可以逃生 没想到事隔这么久 大楼人员却没有从论勤西餐厅的惨剧当中 学到教训